Hello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早 我是林志龍 今天是11月9號早上10點半 隨著美國其中選舉落幕 目前股市會回歸到它的基本面 昨天FED將利率維持在不變 所以目前市場上不確定的因素只剩下中美貿易戰 這中美貿易戰會打到什麼時候 是我們要持續做留意的 台股昨天試著站上萬點 但是萬點這邊的套勞麥亞實在是太沉重了 加上量能量能不出 量能不出要供過這些套勞麥亞是不容易的 所以目前台股必須要放量 放量才可以站上板壓區 那我們來看一下美股 SP500在前天晚上一根長紅K棒 那他這邊漲上來之後已經向季線靠攏了 接下來會開始面臨到季線的壓力 那中哥一直跟大家講 這邊大區間你必須站上季線 甚至是站上這根長黑K的高點 那才會開始走一個偏多頭的格局 目前看起來 SP500美股指數還是會在這邊 持續反覆去做震盪 三大指數在這邊持續反覆震盪 直到過了這個長黑K的區間上緣 才會開始改變 那目前美股回歸到基本面之後 我們就是要去留意中美貿易戰後續會打的怎麼樣 那美股如果是這樣走的話 台股會怎麼走 台股昨天站上月線以月線拉開的距離 那美中不足的是量能不出收了一根上癮線 那這邊台股會持續在這個長黑K的區間去做整理 在10月11號長黑K做整理 那這邊個股多空都有機會 那這朋友你要留意的是 今天大盤大跌 那萬一這個區間又跌破的話 就會開始往下面這個區間去做賣進 那跌破這個區間下緣9700 那就是另外一個跌幅的開始 那這邊呢 就是兩個關鍵價位 區間下緣9700 那什麼時候封閉缺口10300 為什麼這種哥一直跟大家講 這個缺口有沒有封閉差很多 我們可以看到2月6號 這根長黑K產生了一個跳孔缺口 那在這邊呢 有將缺口做了回股之後 台股在這邊才又走了半年的多頭行情 所以在這邊呢 缺口有沒有封閉會差很多 那目前呢 我們看到站上月線之後 有機會可以慢慢往上攻堅 在這邊反覆震盪往上攻堅 只要不跌破這個9700點 都有機會 但是這種哥提醒大家是 中期趨勢還是走空 中期趨勢要回補這個缺口之後 才會偏多頭 所以目前呢 就是兩個價位 9700跟10300 萬一突破10300 那就是走一個偏多的格局 但是呢 萬一跌破9700的話 那盤呢 又是空方取得控球權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金融指數 那這一波上漲呢 比較強勢的是金融類股 這波上漲 由貴買指數的矽金元先點火 那矽金元點火之後呢 並不能帶動其他電子股 開始往上走 反而是透過金融股 在這邊將指數拉了上來 那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政府在這邊 有個戶盤的跡象在 政府在這邊為了選舉行情 在這邊一直在買進金融股 那金融指數拉上來之後 我們要去觀察 電子股到底能不能跟上 我們可以看到 金融股已經拉到季線這邊了 但是呢 電子股 電子指數 卻才剛剛離開月線 那昨天呢 卻收了一根黑黑 那電子股呢 到底能不能接棒引出 這對加權指數後續的走法會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知道 加權指數的成分比動占的最大 就是電子股 所以電子股這邊 能不能跟上金融股的指數 那跟上金融指數這邊開始往上走 加權指數才比較有容易 過了這個10300的封閉缺口 不然電子股不跟 人氣沒有回來 量能不放 那這邊要過反壓 就不是那麼容易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被動元件 被動元件呢 在前天呢 收了一根紅K棒 中國認為這邊有個利空出鏡的味道 但是呢 這邊 昨天卻是一個開高走低 收了一根黑K 那這只是第一天 我們可以再觀察一下 我們觀察一下這個開高走低的慣性 到底有沒有改變 那這個橙紅K棒的 橙紅K棒的底部就是 被動元件的重要度空分水嶺 站上這個橙紅 橙紅跌破的區間上緣 有機會往上走 然後向季線這邊去賣進 但是萬一跌破這個區間下緣的話 那投資票這邊 這邊被動元件又開始會走一個盤跌盤落的格局 那這種個剛才跟大家講 電子股要跟上 金融股 那指數才有機會再往上攻堅 那電子股這邊 櫃買指數的細節已經先點火了 那需要有另外一個族群來這邊帶動 形成一個類股輪動的健康格局 那眾科認為被動元件能不能開始 站上這個區間上緣 對加權指數後續的走法會很關鍵 那我們來看一下華興克 華興克在這邊看起來是被動元件裡面最強勢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他這邊雖然說昨天還是一根黑K 但是卻是守在月線之上 那這邊的守在月線 如果可以再過長黑K高點 有機會繼續向季線靠攏 所以在這邊電子股能不能 人氣能不能回來是相當重要的 那在這邊 總要跟大家講 目前呢 站穩月線之後 必須量滾量才有機會繼續往上走 但是如果量人不出 再回撤90007 萬一跌破90007的話 就是另一個跌幅的開始 所以這邊不確定因素 能來存在的情況下 你一定要記得這個跟大家講的 你要多空操作 你要多也做空也做 多呢 找一個底部形態的個股 那空呢 找一個空頭 有個頭部成型的個股來去做放空 那比如說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六多六空的個股 那六多六空的個股呢 在這邊 由底部形態開始站上的 比如說5388的中壘 那中壘呢 這邊後續觀察 有沒有機會持續往上空間 量人如果可以出來的話 那他很有機會再繼續往上走 六多5388中壘這邊站穩季線之後 開始有機會出量 就有機會再走一波 那六空呢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跟大家分享的 1216統一 今天是帶量跌破的區間 或是2317的鴻海 今天也是帶量跌破的區間 盤跌的區間 那這邊呢 就要跟大家講 多空都可以操作 多空都有機會 這邊不確定因素 仍然存在的情況下 你要同時這樣的Balance的部位 才不會受傷 這樣的部位 你晚上抱起來才會安心 所以在這邊呢 不確定因素還沒消除之前 你的資金水位不已過大 那更多的訊息呢 歡迎投資朋友 加入志龍哥的FB 國籍小兒子或是Light 謝謝大家